东京一处二手书店 一个陌生男人鬼鬼祟祟 老板娘美慧发现一场 男子想要带书逃跑 却被美慧上前阻止 拉着之间美慧触碰了对方的底线 这一举动让美慧瞬间愣神 老公直接听见争吵 从屋内走出询问妻子 看见散落一地的书籍 就猜到有人行窃 她追出门外寻找 对方早已没了踪影 此时婆婆回家看见这一场景 责怪儿媳没用 老公看着美慧魂不守舍 询问妻子是否故意放走 看着走调的儿媳婆婆非常不爽 抱怨美慧如此顽固 回到房间的美慧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悸动 她在回味年轻男子 带给自己的余温 妹妹硕子时常抱怨美慧嫁得不好 造成今天人老珠黄 提醒她时常做做保养 美慧何尝不详 整整十五年 一直窝聚在老旧的二手书店 每天面对貌合神礼的老公 这种日子她早就过够了 甚至想过离婚一走了之 可如今人到中年还无遗迹之长 女儿又是自己的牵绊 也许一生都无法离开书店 说话之间妹妹的好友赶来 得知身份都不一般 名叫弥生的是位小说作家 而另一个蔡子则是有名的珠宝设计师 当妹妹介绍美慧是自己的姐姐 两人产生了质疑 期间她们聊得还算投机 提到感情生活 才知两人与妹妹一样早已离婚 但是事业有成 时常与年轻男子约会 看着他们彼此交换心得 美慧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回到二手书店来看女儿 女儿自称在高田附近见到母亲 当时母亲一脸茫然 随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 现在回想当时对方的衣服 与母亲现在穿的一模一样 美慧听后没有承认 自称与别人撞衫 可事实正如女儿所说 自己确实在街上徘徊 内心有个声音劝自己不要回家 美慧本想就此入睡 老公却闯进屋内想要与自己温存 却遭到美慧的强烈反抗 他们之间已有约定 以后不再同房而睡 第二天美慧照常在电 偷书的男子突然出现 开口询问自己的背包 里面有驾驶证件对自己非常重要 美慧没有多想 直接将背包还给男子 可并未找到证件 美慧告知留下通信信息 男子希望美慧不要通知警察 看到对方爽快答应 便将信息写给美慧 这才得知对方名叫志田 志田转身刚走 美慧就在一处角落发现了证件 本想出门追赶 可对方早已消失不见 看着手中的证件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美慧前往约见地点 将证件交给对方 交谈期间聊到志田 偷盗小说的作者 与自己是朋友关系 而且时常见面 这让志田羡慕不已 并提及其中一本描写 中年妇女与年轻男子的小说 让她久久回味无法自拔 一时间她想到在书店 与美慧的身体接触 询问美慧是否感到不适 还是充满幻想 如果可以她想与美慧有所接触 她对年长的女性 有种未知的憧憬 美慧不敢置信 可就在这一刻心中的迷茫彻底消散 原来自己还有魅力 人到中年的美慧 竟被年轻的男子拨动了心房 她决心要与老公分开 为了做好离开的准备 回家开始整了衣物 而一件件曾经的旧物 让她思绪万千 随着留声机的不断传唱 她开始翻看自己的日记 尘封已久的记忆又开始慢慢浮现 1987年清水事已如盛夏 母亲想约女儿美慧去逛商场 调侃女儿一天天在长大 内衣可能需要时常更换 美慧娇羞不已 可是自己一遇同学有了约定无法陪同 只好拜托母亲独自前往 当时美慧所在的是女子学校 她每天最期待第二节课的到来 因为能看到帅气的夏木老师 这让美慧的内心有了青春的躁动 放学之后美慧与黎香来到一处湖边凉亭 黎香与一名陌生男子相约在此 两人谈论的内容让美慧感到不适 举动也越发亲密 这让美慧无法接受 只好独自回家 刚到家门 发现救护车停在门前 原来母亲回家途中突发恶极晕倒 父亲赶来让她与弟弟陪同 自己要先去给孕妇接生 母亲经医院诊断为猪网膜出血 医生已无力回天 母亲就这样撒手人寰 葬礼上父亲的好友远海 从横冰赶来拜祭 经过远海的开解 父子三人逐渐走出悲伤 往后的日子里 远海也时常去家中拜法 可美慧时常怨恨自己 如果当时没有与黎香出游 而是陪在母亲身侧 或许一切都将不同 美慧陷入自责无法自拔 直到夏木老师出面开导 才让美慧的自责得以减轻 为了缓解美慧压抑的内心 专门带她去海边郊游 甚至将自己珍藏的唱片交给美慧 交代自己从小父母双亡 每当寂寞都会用唱片疗伤 她希望唱片从此能一直伴随美慧做 能带给她勇气与力量 随着时间流逝 父女慢慢走出阴霾 今天更是一起郊游去河里补女 开始一切如常 可中途迷雾四起 船只也在此时出现故障 随着迷雾越来越浓遮挡的视线 美慧焦急地寻找父亲 却不慎跌入湖中 父亲发现第一时间跳船解救 当美慧醒来是已身在病床 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父亲在哪 一声遗憾地告知 父亲已经溺亡 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取 美慧与弟弟两人到了无依无靠的境遇 好在远海叔叔出面将他们领养 才让姐弟二人有了依靠 可他们将背景离乡前往陌生的城市 来到横滨的一处别墅 叔叔一一介绍自己家中的成员 妻子多贺 长子瑞燕 女儿硕子 还有一个小妹迹象 别看一家老小人口众多 远海的经济实力并非一般 明夏更是手握一家私立医院 多养美慧二人也是绰绰有余 为了能让他们快速融入 特意举办晚宴 席间一个女人进入别墅 用人称她为护士长 女人没有进入打扰 而是趴在门前 注视着美慧与游影 夜深人静 远海叔叔进入房间 查看姐弟二人 可能是美慧不予思念 睡梦之中喊着爸爸 眼前姐弟二人的父母相继离世 瞬间变得无依无靠 好在他们对父亲只有收养 经过几天相处 美慧与弟弟开始适应新的环境 可家中二女儿硕子明显带有敌意 时常按地理算计美慧 今天游也来远海开设的医院体检 接待她的正式医院里的护士长 可这护士长的言谈举止 让游也感到害怕 甚至对游也动手动脚 可几次 大きく丈夫に育ってくれて 嬉しいわ 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亡くなって 寂しいでしょうね 可哀想に 辛い目に遭ったわね でも大丈夫よ 院長が親代わりで しっかりあなたたちの面倒を見てくれるし 本当に我が子同様に あなたたちのことを思っているのよ もちろん私だって 私だって 带わります 梅惠为了能与硕子搞好关系 把母亲留下的手势拿给对方导 硕子看中一条珍珠项链 想让梅惠送予自己 可这毕竟是母亲留下的遗物 梅惠直接收回 硕子为此怀恨在心 此后梅惠的日子更加難过 お姨さん 好在長子瑞燕时常帮忙 不仅将老鼠清理 还将床单被照全部更换 瑞燕刚走 身穿黑衣的护士长进入两人卧房 自称名叫德美 今天她来是受院长嘱托 照顾他们姐弟 可这女人的怪异举动 让姐弟二人无所失从 尤其这突如其来的身体接触 有也只敢反胃 今天妻子多贺与老公参加晚宴 发现自己丢失一条项链 晚上回家还在抱怨 硕子声称知道在哪 她在美惠的手势盒中 看到过类似的项链 母亲多贺来找美惠 看到对方手势盒中的珠宝 让她吃惊过 翻找之下项链赫然出现 她质问美惠为何偷取 美惠也茫然不知 看到对方拒不承认 让多贺非常失望 她劝美惠坦白这也是为了她好 看向床上的珠宝 让她非常起意 美惠解释称是母亲的遗物 多贺笑称难道自己的项链 也是你母亲的遗物不成 随后从美惠手中抢走手势盒 告知以后由自己保管 等到美惠长大自然归还 其实美惠已经猜到是硕子所为 她不理解对方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 质问之下对方不仅没有一丝歉意 反而觉得好笑 还说美惠没有证据诬告自己 虽然瑞燕出面警告妹妹 可硕子为此更为恼火 甚至变本加厉 晚上美惠用餐 喝着手中的果汁 感觉味道有些异常 刚开始并未在意 可时间一长 头部开始不是直接昏卷 哥哥瑞燕是喝了果汁 发现里面竟然勾兑了酒精 第二天美惠被送去医院检查 弟弟也一起陪同 接待他们的依然是护士长 问好过后想要离开 却被护士长留下 并询问二人如何看待自己 他知道自己的怪异行为有些吓人 可这都出于爱 为此他要告知他们一个秘密 我身为了解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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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母亲 嗯 今日 何も 負責 あなた達に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て欲しいの いい 私が 母親 父親は 院長 院長 私と院長が あなた達の両親なのよ このことだけは あなた達の心にしっかりと刻み込んでほしいの 違うよ そんなもかしいよ 看到姐弟二人对自己有所懷疑他并未在意 当初他与院長相愛 生下了他们姐弟 院長当初怕敗壞自己的名誉 才将这一双二女托付给了志友 现在终于一家团聚 他希望以后能够母子相称 可美慧根本无法接受 在他心中亲生父母已经过世 现在让自己承认对方是自己的生命 简直是对死去母亲的一种侮辱 母亲只有一个无人可以代替 自从父母离世 美慧与弟弟被父亲好友收养 可谁曾想对方才是他们的生父 而亲生母亲也另有欺缘 一时间姐弟二人无法接受 护士长为了证明身份 在姐弟二人体检之时 已经做了亲子鉴定 正当姐弟二人还在纠结 袁海闻讯赶来 他得知护士长的所作所为 美慧直接上前询问 袁海知道事情再也无法隐瞒 只好讲出实情 当年他们失去的父亲 常泽与自己是非常好的志友 可是由于身体的问题 根本无法生育 而自己身为拥有家庭的人 却与护士长有了超过工作以外的关系 随后还有了生育 当时自己非常苦恼 便找到常泽伤头 没想到对方非常希望能得到孩子 并提出不是寄养 而是将姐弟二人当亲子抚养长大 所以真正的生母的确是护士长 当时接生的也是他们的父亲常泽 随后袁海将此事告知了妻子多何 听到是护士长所为 妻子并未感到意外 既然事已至此 他希望丈夫能答应自己一个请求 不要将此事告知瑞燕与硕子 他不想将现有的生活变乱 得知真相的姐弟无法入眠 尤也到现在也不想接受 尤其想到护士长是自己的生母 想想就不含而立 第二天因为尤也昨夜未睡 又偶感风寒导致高烧 母亲多喝让尤也赶紧前往医院检查 并告知德美尤也发烧需要细心照顾 德美非跑来到处置室看望儿子 因为从未做过母亲 言语与行动上过于夸张 让尤也只想逃离 德美劝他需要住院观察 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走 美会放学来看弟弟 还带了换洗衣物 两人聊得正欢 却被赶来的德美坏了气氛 看到儿子高烧已退友了食欲 让他感叹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儿子进食 其实他何尝不想亲自带大自己的孩子 可建立医院当初 是院长夫人的娘家出钱 所以家中地位可想而知 自己与院长的私情更是不能公开 当时自己生产被打发到清水市 由常泽医生接生 孩子刚出生就被带走 连胃口母乳的机会都没有 仅过几天自己又被送回横滨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 第二次也是同样 可现在不同了 养父母都已过世 他们也终于相认 往后他可以一直关注两人的成长 而在家中的祭坛也摆放了他们的照片 每天他都会祈祷神明保佑 从现在开始 谁也无法斩断他们三人的牵绊 看到眼前的护士长如此癫狂 姐弟二人在心理上 都无法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生命 随着探望时间的结束 美慧也要遵循医院的探访时间 准备回家 弟弟希望姐姐能留下陪着自己 他怕看到疯癫的护士长 姐姐劝他再忍耐一晚 明天如果病情稳定 一定让他出院 可有也并未听从姐姐的安排 深夜偷跑出医院 而这次有也的决定 让他与姐姐从此天人勇 随着弟弟的离世 美慧从此再无知亲之人 故事长得知儿子的死讯 直接冲进别墅 德美揭开白布看到儿子的脸 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冲昏了头脑 德美将矛头指指远海的妻子 愿她有也发烧不想照顾 为了逃避责任将有也送去医院 如果不送医院有也就不会出事 可则被并不能唤醒死去的有也 美慧看着护士长撕心裂肺的哀嚎 她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怪异的女人 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而家中的瑞燕与硕子也察觉出了真相 随着身边的至亲接二连三的去世 美慧认为自己被死神纠缠 而有这一观点的并非自己一人 您的幸运大人 现在已经很悲弱了吧 漏洋楼避负车 惱坏的夜空 婆婆突然闯进儿媳的房间 发现儿媳正在收拾行李 她赶紧来找儿子 抱怨儿媳偷懒不说 还在收拾以前的旧物 有可能要离家出走 她猜测对方是不是有人了 儿子持戒劝她不要瞎想 虽然嘴上不肯承认 晚上还是没有忍住去问美慧 想知道妻子现在心里到底想的是谁 最近不仅不管家务 就连店里事业很少不问 可美慧从一开始就讨厌书店 不仅整天被旧书包围 还要忍受丈夫邪恶的眼神 她不想变得跟丈夫一样阴暗 看着儿媳被打嗑把婆婆乐得够强 现在美慧心中已无所顾忌 决心脱离暴力的丈夫 她将此事告诉了妹妹 妹妹劝她可以搬回家里 或者搬到护士长家也可以 此时蔡子感到还带了一人 对方自称离乡 看着熟悉面孔耳熟的声音 这个人美慧怎么能够忘记 离乡也没想到会在这与美慧相遇 现在离乡混得有模有样 不仅手握饭店还开有酒庄 这些女人凑在一起 谈论的话题可想而知 妹妹也激励美慧 不要因为年纪而止步不前 回到家里丈夫又开始灵魂拷问 她偷看了美慧的日记 里面有一个美慧暗恋的数学老师 是不是对方阻碍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看着丈夫如此咄咄逼人 美慧也没有反驳 可丈夫劝她不要有任何念想 自己绝不会与美慧离婚 其实丈夫猜得没错 那个懵懂的年纪 初恋就像宝藏一样藏在自己的内心 就算自己以为人父 却从未向丈夫敞开心扉 美慧来找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父亲听后非常高兴 曾经美慧与弟弟住的房间一直空着 美慧随时可以来住 现在万事俱备 只等女儿同意与自己离开 可万万没想到 女儿竟然听信奶奶的话 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死神转世 身边的人都会遇到不幸 而就在今晚美慧彻底放飞了自我 时隔15年她再次穿上华丽的衣装 去参加姐妹的聚会 姐妹都为她的改变感到高兴 所谓人靠衣装马靠安 本身美慧面容娇好 再有美妆衬托 就连服务生也忍不住出口夸赞 随着一杯杯的红酒下毒 醉意也慢慢引现 再加上好友的劝导 一个身影慢慢浮现 美慧最终拨打了对方的变化 第二天美慧终于离开了 莴居15年的书店 她回到了父亲的别墅 妹妹感叹美慧家荡少的可怜 今天父亲为了迎接美慧 特意举办了欢迎会 虽然美慧逃离丈夫 内心的牵绊却留在了书店 这一次全家聚餐都很高兴 小妹迹乡已经长大成人 哥哥瑞燕也已娶妻 妹妹虽然离婚 可还有一个懂事的儿子 一时间餐桌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哥哥瑞燕下班也随后加入 母亲更是将首饰盒还给了美慧 看着完美的一家 父亲正要举杯唱语 母亲身的男子 母亲 casa 母亲身的儿子 母亲身的以求 美慧万万没有想到 护士长会在此时出现 虽然对方是自己的生母 可她的身份对这个家庭来说 不可容忍地存在 好好一个家庭晚宴 就这样被她破坏 她还坐上餐桌对着众人举杯 而且大放厥词 虽然这个家不欢迎护士长 可美慧只要留在这里一天 她随时都会来看女儿 更是抱着远海开始哭诉 家里人都知道护士长有些疯癫 只能默默忍耐不敢出声 护士长慢慢走近瑞燕 瞬间掐住对方的脖子 抱怨对方曾经对美慧的所作所为 美慧听后也实在无法忍受 劝母亲不要瞎说 母亲却说是硕子亲口告知自己 瑞燕承认自己喜欢过美慧 也抢求过美慧与她一起离家出走 真的吗 这样的秘密被爆出 让瑞燕的妻子无法接受 看着气氛已经烘托到位 护士长直接将矛头指向远海的妻子 看着瑞燕追求美慧竟然装作不知 听到女儿受到责罚 护士长直接暴走 打破装着 原来 攻击し 打破装托尔 打破装托尔 打破装死亡 λέ 经过昨晚护士长的大闹 美慧感叹自己以后如何在这个家里生活 可能家里生活作风早已被父亲带怀 所以没有人责备美慧 每个人都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 父亲更是让美慧不用担心 生活上自己会帮助她 可美慧希望父亲能帮自己找份工作 这样也无愧在家里生活 护士长也没闲着 刻意来到书店来找孙女 却意外地碰见了志田 志田也是胆大 竟然对着直接问询美慧的下落 直接被对方撵出书店 两人就这么相识了 德美得知对方与女儿友谊深厚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小伙 他感叹自己女儿的福报不及 并将美慧的电话给了志田 当美慧听到志田的声音 内心的花朵又想绽放 故事长为了能让女儿与自己团聚 竟与志田一起强行将孙女带回自己的住处 为了稳定孙女情绪 他谎称美慧与自己同住 而同时持戒别美慧打去电话 让他把女儿还给自己 美慧看到短信 直接来到母亲家中 美慧进屋就要带女儿回去 生怕持戒报警 可得美怎会同意 这么多年他等的就是一家团聚 看着女儿不依不饶人要带孙女回家 气就不打一出来 这一次德美听到女儿叫自己妈妈 她等着一天足足等了四十年 在家中她摆放了儿子的灵魏 当年儿子对自己非常冷漠 甚至假装不认识自己 她怨自己未尽过母亲的责任 女儿今天终于能叫自己妈妈 我会说到这一年 我说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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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慧感叹出生母子分离 自小她与弟弟拥有继父继女的爱好 可眼前的亲生母亲 竟然忍受了四十年的骨肉分离 德美知道志田与女儿互生爱你 她决定让志田搬来与自己住在一起 这样就有机会见到女儿 而美慧通过父亲的关系 找到了一份薪水不低的工作 可工作的内容却让人感到不适 但是这却正合美慧的心意 随着美慧事业有了起色 她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她时常会到母亲家中与小男友相会 偶尔女儿也会一起 看着一家其乐融融 德美也终于知道什么才是家的温馨 也许美慧就此过完余生最为完美 可命运的天平总是摇摆不定 一次好友聚会 美慧有遇了小妹迹象 硕子感叹三姐妹相遇于此 好像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离香得知对方是他们的小妹 八卦地爆出小妹时常在这里与男友约会 而约会的男友竟与自己高中时的数学老师长得十分相像 同时也让美慧得知了一个秘密 当年国有老师都是两人梦中的伴侣 离香早一步获得老师的青睐 可因师生之间复杂的关系 老师开始疏远离香 这让离香成天以泪洗面 美慧得知一份填膺 没想到国有老师如此为人是表 之后更是爆出离香怀有身孕 还自称是老师的孩子 为了验证事实特意委托美慧的父亲检查 これはもう妊娠三ヶ月目に入ってる どうしよう 私どうしたの ご両親には相談したのかな 相談なんかできない だって国友先生の子供なんだもの 先生の 国友を呼んできてよ 入ってよ まずはお母さんに相談するんだ その上で先のことは決めればいい 国友の子供なんだよ 梅惠気分的找到老师 让老师对离香負責 可国友老师失口否认 自己不会与学生发生这种事 だって 私は今までの効果を失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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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は今までの効果を失う 当時的一次冲动 也让他失去当老师的資格 但梅惠怀有身孕的事 却与自己无关 梅惠根本听不进去解释 他恨梅惠也恨老师 此事過后 梅惠在校大事宣传 国友老师被迫辞去了工作 虽然最后澄清了真相 可毕竟接吻是事实 他也因此会离开这座城市 梅惠无法接受老师的离开 更抱怨梅惠逼走老师 如果是自己绝不会宣扬 而是当作美好的回忆 珍藏在心里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先生 キスして 先生 现在美惠想来孩子的生父肯定另有欺人 离香也没否认 但当时自己真的非常喜欢国友老师 从未想过后果 珍藏的记忆被打开 两人不断为此感叹 美惠还未从回忆中走出 离香却惋惜老师英年早逝 就在美惠搬走一年之后 老师因为交通事故而死 听到自己初恋以过 美惠又联想到了养父母与弟弟 难道只要是自己所爱之人 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吗 私も行き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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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男人竟然与美惠的初恋长得一模一样 不由的想到转世轮回 虽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带给自己的感觉如同初恋一般 直接夺走了美惠的心 下半来到母亲家 刚进家门美惠感到有些异样 转头想走 却被赶来的母亲拦住 现在美惠 葬礼拜扬礼办得非常好 葬礼办得非常好 葬礼办得非常好 田巢称赞美惠的主持让人感动 而自己从小害怕这种职业 她害怕死亡 现在依然如此 所以毕业之后远离父亲的公司 可经过朋友的意外去世 发现死亡原来离自己如此之近 她更是听说美惠的养父母 与弟弟相继离世 这是不是这样的 她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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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但是 今是生き返着 生き返着 生き返着 是 我 在眼前 为了怕田朝误会 美慧解释两人只是长了乡下 毕竟自己已经年过四十了 田朝感叹美慧的所爱之人接连去世 也许美慧就是现代巫女的化身 尤其是从事的职业 这或许是命中注定 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两人一时间陷入了尴尬 田朝更是仓皇逃开 离香看着尸神的美慧 劝他不要多想 对方可是二十多岁的小伙 不要因此乱了分寸 硕子更是提醒他 田朝可是小妹的男友 现在的美慧还在沉浸无法自拔 而在与两位妹妹交谈时 发现小妹并不在乎田朝 如果田朝继承家业 他索性会与对方分手 现在追求自己的人很多 他有选择的权利 美慧也在此时接到了田朝的电话 他想与美慧见面 美慧听到内心非常激动 并答应了对方的警求 本想在老地方相见 又怕被好友看见 就将田朝约到一处餐馆 可这反常的举动召来了好友的热议 他们害怕美慧突破防线 抢走小妹的男友 尤其是美慧身边还有枝田的存在 朔子更是担心 一旦成为事实 家里马上就会变成修罗地狱 而在另一处餐馆 美慧正在讲述当年 他与国有老师的经历 田朝听后感叹不可思议 自己竟与对方长得一模一样 说不定是灵魂附体 可他不想成为替身 他要以自己身份去爱与被爱 这一吻让美慧认清对方不是自己的初恋 回家途中美慧还沉浸在刚才的甜蜜 却被一同到家的朔子当头一棒 他劝美慧不要被美好的约会冲昏了头脑 多为这个家的和平考虑一下 清晨起床看着镜中的自己 回想妹妹昨天的提醒 他开始害怕了 为了冲淡对田朝的思念 他来到母亲家中来找志田 可他的思绪早已飞到田朝身边 当他接过志田递来的电话 听见里面的声音 虽然嘴上一直回绝 可内心根本无法控制思念对方 志田听到劝他不要在意自己 也不忍耐了 有 errors 不忍耐了 也不忍耐了 好吗 好了吗 是 藤木さん 諦めるしかない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 志田元春という可愛いキャラクターの年下の恋人がいるというのに いくら初恋の人の生まれ変わりだと言っても 強欲すぎる 神様はそんな宝珠を 天朝因为連系不上美慧 整天不吃不喝萝卜在家 而美慧却因对方是小妹男友 想断了連系以免家中生乱 但愛挑逝的硕子可不想安于現状 他警告小妹看好田朝 不要让美慧承虚而入 小妹听后并未在意 嘲笑二姐妒忌美慧 难道自己还比不上四十多岁的姐姐不成 两人因此事争论不休 最后决定考验田朝 小妹将对方约到酒吧 只要田朝打听美慧 小妹从不正面回答 约会过后 田朝想要告辞离开 小妹却试探反问 想不想进到屋内做客 还说美慧姐姐已经下班回家 这次小妹带田朝回家别有用意 当着家人的面宣示了自己的主权 发现美慧没有露面 亲自去请姐姐下楼 还刻意提到田朝来家中拜访 美慧听后内心五味杂沉 知道是小妹有意提醒 一段时间过后美慧并未露面 田朝正想准备离开 美慧听美慧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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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这次两人的告别 满眼充满了爱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小妹因此开始记恨美慧 她不想输给既有孩子人到中年的姐姐 美慧知道小妹在怀疑自己 本想奉劝田朝不要再与自己来往 可对方意愿明确 只想爱美慧一人 美慧听后不禁有些羞涩 其实自己也与田朝一样 两人决定秘密恋爱 不让任何人知道 本来为此想要甜蜜一下 可美慧却突然反悔 原来是美慧怕因爱而害死田朝 自己的所爱之人 全都意外死亡 现在选择的职业也因此有关 可这怎么阻挡田朝的爱意 就算自己因爱而死 也无所谓 她认为自己是国有老实转世 已经死过一次 就算因此死去也会重生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她从桥上跳下 也温因此起事 她到验证自己的角色 她在老实转世 她从验证自己的角色 她不见了 我自然会 深夜美慧回到母亲家 竟然发现弟弟的补会 母亲是想儿子留在自己身边 抱怨自己将儿子埋在阴冷地下 现在儿子终于回家了 美慧看着手中的白骨 她忍不住痛哭 内心充满了愧疚 美慧为了能让弟弟陪伴自己 专门委托菜子打造两条项链 还说她与母亲一人一条 要求是项链可以装物 美慧将弟弟的补会放入其中 其中一条她送给了田巢 里面不仅装着自己对弟弟的爱 也希望弟弟能将她与田巢紧紧联系在一起 田巢发誓一声带着她 就像美慧在自己身边一样 两人爱得热火朝天 小妹与硕子也没闲着 今晚他们拨打电话 发现美慧与田巢都不接听 两人正在为此起义 德美的电话却打到家中 询问美慧的下落 这直接证明了美慧与田巢正在一起 第二天小妹找美慧证实 美慧解释称昨晚去看女儿 因为女儿思念自己 她就待了一夜 本以为能蒙混过关 志田却无意中在蔡子口中得知项链的消息 就她所知项链并未送给美慧的母亲 他们很快猜到是送给了田巢 而硕子与小妹也此时赶到 听说了此事 再加上志田在一旁大发粗意 小妹直接怒气上瘾 她不甘心被田巢抛弃 自己竟然比不过四十多岁的姐姐 她要毁掉项链 然后摆在他们面前 自从志田得知美慧另有所爱 每天借酒消愁 她深爱美慧 哪怕知道田巢的存在也无所谓 这让美慧充满了歉意 小妹为了项链 独自前往田巢家中翻找 可并未发现 她决定从人下手 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对方 途中小妹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要田巢所带的项链 可这一举动激怒了对方 田巢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项链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死也不会给别人 可小妹不想放弃 她嘲笑对方 自称姐姐早已有了年轻的男友 对于田巢带给自己的屈辱 小妹无法接受 母亲与硕子上前安慰 可小妹根本听不进去 母亲只好找到老公 将此事告知 希望袁海出面阻止 不能任由美会抢走小妹的男友 可父亲的回答让他们大感意外 袁海认为已有孩子的中年女性 难道就没有爱的权利吗 如果美会与田巢是真心相爱 她会让两人结婚 也希望小妹将田巢让给姐姐 现在所有人都不解 为何父亲如此袒护美会 父亲却说是小妹输给了姐姐 在田巢眼里美会更有女人的魅力 而且两人也交换了爱的见证 就算小妹偷了项链也无济于事 袁海为了促进此事 不想让两姐妹为此争吵 她找到了田巢的父亲 开始对方的父亲以为是小妹要嫁给儿子 她特别高兴 可她越说袁海越感觉不对 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人 袁海告诉她是自己的大女儿美会 对方以为是在开玩笑 美会可是有了女儿 离婚回到了娘家 看到袁海一脸严肃的表情 知道对方所言非虚 她表示拒绝 袁海威胁对方如果反对 他们之间合作也就此终止 回到公司 田巢的父母非常的气愤 自己年轻帅气的儿子 怎会看上中年的美会 他们劝美会不要靠近自己的儿子 都为美会与田巢的事闹得不可开交 美会眼看无法收场 只好找到田巢 这种不被祝福的婚姻她无法接受 她想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彼此 田巢以为是以死殉情 就算这样自己也愿意 可这不是美会的想法 她想让田巢与小妹结婚 这样才能将他们不被认可的爱情继续下去 他们不会再有身体接触 而是心与心的交流 作为代价他们将从此不再见面 这可能就是纯粹爱情的一种牺牲 为此他们将一起度过今晚 第二天美会来找父亲 她告知父亲从此断绝与田巢的来往 父亲知道美会迫于压力才这么说 自己会支持女儿 无论压力多大 她也会促成此事 可美会心意已决 另一边志田为了得到美会的爱 她约出田巢 并偷取了对方的项链 回到家里还向美会炫耀 并说是田巢赠你自己 其实志田内心认为只有得到项链 才能拥有美会的爱 这让美会产生了疑问 难道田巢决定与小妹结婚 所以项链变为可有可无了 此时的田巢自从丢失项链 心如死灰 这是她对美会的唯一寄托 两人在误会中彼此纠结 美会更是伤心不已 独自一人履行散心 志田发现美会故意躲着自己 又在美会好友口中得知 项链是有情人的见证 像志田这种偷盗而得 对项链来说是种侮辱 志田想将项链还给美会 可找了美会所有能取得地方 都没发现对方的踪影 田巢与小妹记乡的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途中却发生了意外 志田竞大闹现场 大喊反对这段婚姻 美会刚要上前阻止 大喊反对这段婚姻 这次治田的意外离世 美慧将所有责任推给自己 她所爱之人都已离她而去 此事之后过了两年 美慧一边坐着葬礼主持 还兼职在各个诊所工作 在这期间美慧也从未与田朝见面 而田朝来到岳父医院打工 准备继承远海的医院 看着一切归于平静 可小妹姬香这两年并不好过 她向二姐诉苦 自从结婚至今 田朝从未碰过自己 硕子难以置信 姬香怀疑田朝一直想着美慧 因为那条讨厌的项链 她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田朝的父母也开始怀疑 儿子与姬香两年来竟然没有孩子 他们夫妻之间肯定存在问题 姬香一回家就开始抢夺项链 反昭田朝的反抗 姬香彻底被激怒了 丈夫竟然为了项链 让自己守着火管 她开始变得放荡不羁 不仅约会陌生男子 还带到田朝面前炫耀 而且举动更为出格 连硕子都不忍直视 抱怨田朝没有履行丈夫的义务 甚至还戴着美慧送米的项链 看着田朝无动于衷 姬香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将陌生男子带到家里 还在面前大秀恩爱 田朝怕被父母撞见 只好拿钱打了对方 姬香以为可以让丈夫妒忌 却适得其反 看到对方如此无视自己 姬香要让丈夫付出代价 让他身边的一切卷入其中 多事的硕子也将小妹的遭遇讲给父母 宣称田朝还戴着美慧送米的项链 母亲多贺听后大为震惊 心疼女儿的同时 认为是美慧在背后操纵 硕子也认同母亲的观点 为此多贺给亲家母打去电话 将田朝与姬香的事告知对方 更是把责任推给美慧 现在姬香在人前表现并无异常 可举动越发大大 田朝的母亲得知真相 虽然有些促意 也知道是姬香有意为之 内心开始仇恨美慧 姬香为了项链 无所不用其极 她将田朝迷晕 想要剪断项链 以此化解心中的仇恨 姬香为此如招雷鸡当场昏厥 项链也因此断掉 同时断掉的还有美慧的项链 姬香被送去医院 两家人不明原理 还以为是姬香想要寻死 父亲袁海只好出面 侧面询问美慧是否还与田朝来往 美慧自称两年以来从未见面 现在自己只想好好过日子 得知美慧的想法 父亲却说田朝从未放弃对美慧的思念 甚至为此不碰姬香 她猜测两人之间应该有所约定 美慧没有想到两年以来 田朝一直深爱自己 而自己却想着忘掉对方 她很惭愧自己的欣慰 想到断掉的项链 找到菜子想要复原 可恰巧另一条项链也在菜子手中 更奇怪的是 两条项链在同一时间断掉 而断掉的位置也在同一处 此刻躺在医院的姬香已经外面俱灰 对田朝的问候也是充耳不闻 直到田朝的父亲前来探访 姬香才起身开口 当田朝走后 姬香开始圆形毕露 原来她的目标竟是田朝的父亲 姬香为了报复丈夫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将田朝的父亲拉下水 这还不够 为了让田朝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竟然带对方去网铃堂 当着她的面 上演了一出大戏 可田朝根本不为所动 姬香继续加码 将场地转移到了家里 差点就被母亲发现 好在田朝阻止 让父亲有时间跳窗逃跑 姬香已经无法容忍丈夫的冷漠无情 他当着对方父母的面 一边咒骂一边抽打 虽然田朝有错在先 可这样打自己的儿子 作为母亲怎么能忍 他嘲讽姬香没有吸引力 让儿子毫无欲望 才导致今天的后果 姬香也不示弱 两人为此争吵 父亲眼看无法收场 他只能委屈儿子 转眼几个月过去 姬香身体开始出现呕吐的症状 男人虽然粗心没有发现 可母亲看到这种情形 已经猜到姬香已有身孕 姬香并未否认 还异常兴奋 婆婆现在一头雾水 为什么儿媳会怀有身孕 婆婆咒骂儿媳太过轻浮 姬香起身与婆婆争辩 父亲生怕姬香说漏嘴 谎称儿媳太想要孩子 是心理上的假孕 好在没人反驳蒙混过关 父亲感觉此事迟早暴露 本想向儿子道歉 田朝却毫不在意 因为他不爱姬香 更希望父亲承认孩子的存在 父亲怕成为别人的笑柄 希望儿子能够帮忙 田朝不肯 如果父亲不想承认 不要孩子也行 这话可让父亲来了脾气 那可是自己的亲身骨肉 怎么能放弃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两人闭口不谈 等待孩子的降生 妻子那边问不出结果 也只能任其发展 可两人的决定 反而让家里的气氛更加紧张 婆婆越看儿媳越生气 她刨根问底 两父子不是闭口不谈 就是逃避话题 婆婆只好对儿媳恶语相想 既香忍无可忍 用行动让对方闭嘴 两父子敢怒不敢言 婆婆咽不下这口气 直接找上亲家 告知既香怀孕 而孩子的出处无法查证 一想到既香昨天的举动 活泼的话又加重了几分 甚至说对方家风败坏 养出的儿女行为不良 简直对不起自己的祖先 两方母亲真问不休 为了平息此事 硕子提议可以不要孩子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他又将整个过错怪罪于美慧 如果没有美慧的存在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这一观点得到了认同 可是已至此无法改变 既香的孩子绝不能留 为此全家出动 一起劝说季香 季香却说孩子的父亲 并非外人 是纯正田家的孩子 他让全家人放心 私の生命死团的父亲 不,那是大姐的 弟弟? 妹妹? 那你... 对啊! 犊王子的孩子是 小牧田的父亲的孩子 啊! 妈咋! 妈咋! 妈妈,妈妈,妈妈! 没事! 来! 来! 妈妈! 来! 看看眼前这个儿媳能有多狠 她先是举起桌子上的铁盆 狠狠地向婆婆脑门砸去 婆婆当场昏厥 随后拿起一旁的鱼缸 将里面连鱼带水一起倒在婆婆头上 还没等婆婆缓过神 又一把抓住对方的头往地上拽 将她踩在脚下 用命令的口气让婆婆把地板收拾干净 婆婆敢怒不敢言只好赵佐 为什么这个儿媳如此嚣张 就在刚刚 婆婆认为儿媳怀的孩子来路不明 表明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公公则被妻子让她收敛 说孩子是他们田家的血脉 妻子刚要还嘴 虽然被打可爱于面子 婆婆还在剧里力争 儿媳见状萎缩在公公身旁 装得楚楚可怜 自称为了田家的血脉 想尽办法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她不知道婆婆为什么会说伤害自己的话 公公见状警告妻子 儿媳的身体非常宝贵 如果敢对儿媳动手 自己会亲自将她免出嫁 婆婆看着老公一脸严肃只好作罢 以为是老公着急抱孙子 所以才会袒护儿媳 可真相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婆婆无处抱怨 只好打电话给亲家 说对方家风不正 交出的女儿交纵蛮后 平时装得温顺 实际性格残暴 听到对方诋毁自己的女儿 看来是不知道真相 母亲自然的自然的女儿 通路了 嫁得温顽 是否一定要 大夫的女儿 这是你亲爱的女儿 听着吗 现在婆婆终于知道为何老公如此袒护儿媳 婆婆还在震惊 儿媳却一把接过电话 听到对方是自己的母亲 知道是婆婆在告状 她二话不说抬起电话 就向对方杂取 此后得知真相的婆婆 更像是家中的保姆 不仅要为两人做饭收拾家务 还要忍受他们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现在儿子是她唯一的救星 可见到本人刚要提及此事 儿子却有意逃避 原来儿子早已知晓 是有意隐瞒 现在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她知道自己已被孤立 生怕对方一不高兴 自己会被拧出家门 可就因如此 对方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一次活动现场 婆婆有事寻找老公 有人说在停车场见过 婆婆来到车场查看一圈并未发现 刚要转头回去 发现身旁的车身晃动 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之前婆婆还有期待 现在亲眼所见 她无法接受终于爆发 人到中年的美慧刚刚离婚 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 却对小妹的男友一见钟情 对方也对美慧心生爱慕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可是双方家人极力反对 迫于压力美慧只好编织谎言 她希望摆脱世俗 让两人的爱情停留在精神层面 这样他们的爱可以永恒不变 为此田朝需要迎娶小妹 两人从此也不再见面 单纯的田朝为此深信不疑 小妹如愿与田朝结婚 两年谈指一挥间 美慧过这平淡的生活 直到父亲找到她 告知小妹与田朝的近况 她才知晓田朝为了自己守身如玉 而她却想忘掉对方 直到他们再一次迎战相遇 美慧很愧疚 当初两人的约定 田朝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 可对方不以为然 她甘愿为美慧付出 虽然他们两年未见彼此 却因此爱得更深 既然开了见面的仙河 田朝希望经常见到美慧 两人爱得热火朝天 家里可因此炸了锅 尤其还有硕子添油加醋 瞬间把两人推上风口浪尖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寄箱耳中 她以孕简为名 来到哥哥的诊所检查 目的是想刺激美慧 声称外界对他们夫妇有所误解 其实他们非常恩爱 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见证 美慧信以为真 想到田朝对自己海誓山盲 难道都是逢场作戏 以后她不得不再考虑田朝所说的话 但是小妹怀有身孕 作为姐姐还是为此高兴 她特意找到说子 想让对方送去祝福 没想到对方听后异常激动 甚至对美慧动手 好在有人解围 美慧前脚刚走 田朝随即来到酒吧 被美慧的好友为主 说她是伪君子 一边骗美慧从未碰过妻子 可被地里孩子都有了 田朝这才知道美慧误会了自己 为此田朝不得不把事情告诉美慧 虽然两人重归于好 可美慧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同时有这种预感的还有美慧的母亲 她佩戴儿子的信物竟然断裂 为此她找到神婆帮自己解惑 神婆感知到美慧将葬身火海 告知她这一切的事滴滴有瘾 而凶手的方向就在正南方 自从田朝的母亲被丈夫家暴 本想找亲家算账 却变成哭诉现场 把家中的遭遇倾诉给对方 她心中充满了恨意 可无处发泄 硕子怕惹祸上身 竟把所有过错强加给美慧 如果没有美慧的加入 田朝与季香不会闹成这样 婆婆听后终于找到发泄的对象 得美得知有人要害女儿 她立刻赶往诊所将此事告知美慧 尤其让美慧注意正南方 那里正是美慧父亲的家 最近千万不要靠近父亲家里的那些女人 美慧听到母亲的提醒 竟然与自己的预感不谋而合 可这种怪里乱神之说 美慧并未当真 为了女儿的安全 德美来到远海家里 劝告多赫不要妄想加害自己的女儿 就算对方计划在周密 她会用性命保护美慧 多赫做贼心虚 她命远打发德美 德美的脾气怎么会灌着对方 随后她劝多赫就此打住 只要自己活着就不会让她得逞 其实德美猜得没错 晚上婆婆就来到家里 她已经想到加害美慧的计划 明天将有一场葬礼 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届时将是美慧的死期 德美得知田朝的母亲要加害女儿 当天她缠住对方不让离开 看到对方死不认证 此时田朝的父亲赶来 发现妻子被打 问清缘由 再看妻子的反应知道此事非虚 伴随三人的争吵 李唐的仪式接近尾声 美慧突然消失在众人的视线 田朝看到德美告知 美慧消失不见 当病一车缓缓离开 露出了地上的项链 田朝猜测美慧就在车上 现在葬礼已经到了最后一米 田朝坚持要再看一眼死者 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对死者的不敬 家人极其反对 另一边德美还不知道女儿已经被找到 她来到停车场寻找 竟发现田朝的母亲在跟两个陌生男人纠缠 原来田朝母亲竟然满胸杀人 现在顾兄的钱凑不上 所以争吵不休 德美知道真相 还以为女儿已经遇害 拉扯之间 德美被甩到地上 美慧从昏迷中醒来 两人为这次死里逃生感到庆幸 田朝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得知美慧的母亲生命垂危 现在正在抢救 远海看到女儿赶来 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外孙女也赶到来见姥姥最后一面 我哥子 天国でしだちゃんが迎えに来てるのかしら おばあちゃん しだちゃんが大好きだったから 随着遗气发出的声音 德美也走完了她的人生 美慧又一次失去了亲人 她希望母亲能与弟弟在天国见面 随后她拿出母亲的护身符 这才发现弟弟的骨骸已经碎裂 同时想到项链里的骨骸 竟然也是一样 虽然不知是何原因 也许是种暗示 在母亲的葬礼上 美慧内心充满了自责 不论母亲是何原因而死 最终的源头还是自己 就连弟弟的骨骸也已碎裂 难道是她与田朝的爱不被认可吗 最后是美慧父亲给出了答案 远海认为当初女儿太均于世人的眼光 应该与田朝结婚 可美慧却想追求崇高的爱情 这种爱情最伤人心也最邪恶 难道平凡的相爱生下小孩这样不好吗 偏偏两人看不起世俗的爱情 结果造就了今天的悲剧 他们的爱是罪 其实就像远海所说 两人从相识到相爱 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 智田因为他们意外身亡 田朝的家因此而乱 小妹最后落得违背伦理 田朝的母亲本心并不坏 现在也身陷牢狱之灾 最后是美慧的母亲也意外身亡 所以美慧与田朝的爱语不被容许 此次风波过后 田朝的母亲被判杀人畏损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小妹季香顺利生产 生了一个胖胖的男娃 现在家里一片祥和 田朝更是希望父亲与季香完婚 父亲却不想 他心中还想着妻子 而且时常去探望 虽然不知道这一家最后的结局如何 可在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信用 美慧最后将母亲的护身符与项链 一同与弟弟的骨灰永远埋葬 同时代表他与过去诀别 深夜的寒冬绽放的烟花 就像美慧与田朝的爱情 突然散发华丽的光辉 最后消失不见 对,那一瞬的光较 我将会生命回来 爱是一瞬的光较 那一瞬的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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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会生命回来 对 那一瞬的光较